参见小殿下 小殿下身份尊贵 下军也不敢伤了你 我们就以这和叶为戒 谁若先掉下来就算输 好 小殿下你这有点太目中无人了吧 对付你足够 小殿下何事变得这么厉害 是 我 这 是 他 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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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殿下 你输了 你明明动了手脚 输就是输 堂堂主神难道输不起吗 古地剑 小殿下约战之时 严知凿凿说不会用古地剑 可古地剑可辟天斩地 若是小殿下用古地剑和夏军比 那岂放心 我自然会赢得光明正大 绝对不会拿神器欺负你 如今输了 却拿夏军发起 为免欺人太甚 小殿下到底是年轻气生吗 开始之前 也没说不能使用法 说吧 见过白天神尊 见过神尊 神尊莫要怪罪 雪姨就是想看看 到底哪里不如小殿下 没想到 侥幸赢了一事半招 却惹来小殿下 如此不快 侥幸赢了 雪神说笑了 若不是雪神动了手脚 不出十招之内 上古必定赢你 你比他差的 在招式 在勤奋 更在于心境 听见了吗 还好来了个民事里的 雪神若现在请罪 说不定本殿下一开心 就 住口 今日比试 到此结束 都退下 是 你不好好修炼 却在桃园林如此胡闹 别人不顾用一道法术 就能将你算计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大军 喜怒不形于色 好物不言于表 这是你最该修炼的心性 雪神和众神 不过说了几句 便记得你拔剑约斩 那将来三界诸神 如何信你 天下如何信安 雪盈 她撞坏了我们的风筝 不过是个风筝 坏了再做便是 身为主神 身负神界安宁 今日这样 那来日呢 那风筝 与你来说是个小玩意 与我来说不是 圣姑 神尊 神尊请留步 神尊莫要生雪盈的气 今日之事都是雪盈的错 只要可以让小殿下消气 雪盈甘愿做什么都可以 你若真心知错 就应该去找尚姑道歉 而不是到我面前惺惺作弹 只是小殿下还没有消气 肯定不会轻易原谅我的 也是 那本尊便抽你一千年神力作陪 以示成绩 什么 不愿意 方才你所说的 可都是违心之眼 雪盈不敢 只是雪盈死长下界四季 若是神力受损 恐怕会牵扯甚大 还有 还有神魔之战之时 雪盈也算是有些战功 这般处法 恐怕旁人也会非益于你 你倒是想得挺多 不过 照样该法 你明明既不如人 却不知秦家苦恋 只会用些歪门邪道 我记得我早已说过 长渊殿内不许女精进入 这其中 自然也包括你 小殿下 这是雪盈派人送来的赔礼 区区一千年神礼 比我汇盾之力差远了 我才不稀罕你 你笑话我 你是觉得我的混沌之力 难以大成是吗 明天我就不去长渊殿了 我那风筝都坏了 他一句安慰都没有 区区一个小比武 就小提大作 还三界是如何颠覆的 我看他脑子颠覆了才对 气死我了 我刚才 凶百绝了 他肯定生我气了 我肯定在他心中的形象 已经不完美了 但是也不愿我对吧 他还凶我的 所以 我在他心中的形象 还是完美的 追一个人太难了 月明说得对 就是不能抱太大希望 对吧 这个怎么办啊 神尊 神助已经送过去了 您您吩咐 我只说是雪神殿中的人 没做半点麻将 收起来吧 日后用不到了 神尊 您不去找小殿下了 不必了 去告诉他 明日修行 改学帝王新术 是 神尊 小神还是想多嘴一句 自廖万山归来 小殿下修行极为刻苦 他毕竟年幼 来日方长啊 你是在怪本尊 对他过于苛刻了吗 小殿不改 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如今我若懈怠 心软 便是害了他 快去吧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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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